阴虚的人最怕油尽灯枯 教你正确调理方法 一周轻松补回来 有一种虚叫做阴虚 天天觉得口干舌燥 怎么喝水都不解渴 心烦晚上躺在那翻来翻去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还一身的汗 有的人还会有大便干硬难排的情况 这都是阴虚的表现 滋润是阴的主要作用之一 你想想人要是没有了阴 是不是就像灯没有了油 但是不同的脏腑阴虚表现不同 调理方法也不同 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去调 如果你平时经常会感觉鼻腔干燥 口渴 时不时还会干咳 痰很少 声音四雅 失眠倒汗 还总是一阵阵的发热 那你多属于肺阴不足了 肺阻宣降 开窍与鼻 肺阴不足就会有这些表现 那你就需要滋阴润肺了 可以参考一个养阴清肺丸 那如果你也是总是感觉口干舌燥 晚上心烦 睡不着 还倒汗 还倒汗 同时还总是感觉胃不舒服 总是隐隐约约的疼 知道饿 但是不想吃饭 经常嘴唇干裂 这种情况多属于胃的阴也不足了 需要自阴轻味 可以参考一个阴虚胃痛颗粒 还有的人呢 是经常会感觉腰膝酸爽无力 头云耳鸣 心烦睡不好 手脚心也发热 如果是男性朋友呢 会出现想法多 但是功能下降的问题 大便干节难排 这种呢 多属于是肾阴亏虚了 肾度升职 开窍于耳 想调理呢 需要是自阴补肾 可以参考一个六位帝皇丸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 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有需要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